其实这两位在过去的一年 可以说是在我的歌单当中 呼风唤雨的两位 小善告诉我 想你是风起 这时候隆隆的作品就告诉我 让这大雨全都落下吧 真是非常精彩 小善是很会唱歌的一个女孩 我觉得是新生代章中的佼佼者 然后这次能跟单一纯老师合作 我自己个人也是觉得 非常的荣幸 对 也谢谢小善 但愿意跟我有这次合作 没有 谢谢 从《港乐季》 然后《宝岛季》 现在加年华 再回家的感觉 是不是又不一样了 确实不太一样了 《港乐季》 其实带给我很多的成长 我其实不会唱歌语 然后就这个事情 其实对我来说是个挑战 然后我就觉得 现在我面对 其他的一些挑战的时候 我好像可以更从容一些 因为有过一些历练对不对 对 偷偷地跟小善说 虽然《港乐季》要学粤语 是不容易对不对 但这一季方言教学也特别地多 又来了 我们学了好多方言 对 非常的好玩 好 那我们马上就开始 我们今天奖项的颁发 我记得上一次《港乐季》的时候 我们小善和毛毛拿了一个搭档 对不对 对 观众选择大档 对 跟龙龙合作 跟毛毛合作不同的地方 毛不易 说得好声说 毛不易 已经忘了 真吸引前人吧 大家 真吸引前人 好